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先前才对推特的言论自由提出执疑 表示打算自己成立一家社群媒体公司 没想到4号就传出马斯克购入推特股票 让推特股价在开盘前一路狂飙超过25% 在4号揭露的证券文件中 马斯克提报拥有推特近7350万股 持股比例约9.2% 成为推特最大股东 根据1号的收盘价格计算 持股价值高达29亿美元 相当于829亿多台币 有分析是认为 这可能是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前兆 马斯克本身是推特重度用户 拥有超过8000万粉丝 经常利用该平台发布公告 而一些言论风波 使他受到推特监管机关的审查 因此他时常批评 推特不遵守言论自由原则 外界也预料 马斯克这次入股 会为推特带来新一波话题 加速达成在2023年底前 将年营收提高至75亿美元 每日用户数达到3.15亿户的目标 环宇新闻沉静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